各位早晨,歡迎收看自負通的環球直擊 踏入第四季,金融市場可能迎來大震盪 不過這次不是由美國聯儲局加息的幅度去看 反而在英國好像出事,都出得很大件事 我們跟專家一起談談 Aaron早安 如果看英國無論是政壇還是民生 兩邊都是很大的問題困擾著 會不會令整個經濟危危浮 甚至影響一隻磅 有機會連一都不保 現在大家說川一就是時間的問題 但這似乎不是一個終極 我覺得暫時是信心的問題多些 正如你所說,無論在民生上 或政局上都是亂 我想由第三季當約翰遜要下台 其實當時亦有分析過 基本上哪一個首相都好 面對的問題都一樣 就是一個高通脹,但低經濟增長的情況 對政府來說,對央行來說 都是一個兩難的局面 即是說你究竟要壓通脹 還是犧牲經濟呢 我想這個要做一個取捨 但是我想市場上,你見過去一個月 基本上就是覺得政府做的做法 其實跟現在眼前的困局 基本上是改善不到,甚至只會愈演愈烈 愈惡化下去 例如當時一出的財政預算案 大家會覺得在高通脹的背景下 你只會進一步刺激通脹 以及加大財政赤字的壓力 所以為何一些投資者 或者一些有找到機會的投機者 其實是想衝擊英國的債市 當然,你現在事後看回就覺得 政府原來跟央行方面 可能理念不一致 或者大家缺乏溝通 所以就出現了一些鬧劇 現在我想嘗試撥亂反正 並將所有之前推出的措施還原基本步 所以你見過英鎊的匯價 最恐慌的時候 就在兩個交易日之內 就跌了1000點 跌到現在暫時的歷史低位1.03的水平 但是當嘗試撥亂反正之後 基本上匯價就回到 大概是出預算案前的一些偏低水平 都會在1.12、1.13這些水平附近 所以我想市場上會重新給多次機會 就是去觀察一下 在現在這個匯價的水平 你有沒有一些新的辦法 是可以令到大家重新對英國的經濟 是有些儲光在這裏 如果市場上的信心是可以回復的話 英鎊的匯價自然可以略作反彈多少少 否則的話就要再試下去 但是就算是反彈也好 始終你剛才提到民生的問題 剛剛上星期公佈的英國CPI 亦都令到市場很頭痛 因為通脹真的越來越誇張 我想英國的四季居民 都越感受到通脹的壓力 所以我想在經濟困局背景之下 英鎊的反彈其實都有一定的限度 如果說到英國的通脹 我真是開心只有一個月 以為真是受控有一個回落 誰知上星期公佈出來的數據 又去到雙位數的水平 不單是大家要捱貴的能源開支費用 而其實食品方面都佔了家庭開支相當大的部份 我看到有坊間一些調查 都說到英國的民眾開始要節衣縮食 除了買的可能是急凍食品會的選擇 甚至乎他們說縮食 是真的吃少一餐 我都看到影響民生是挺重要的 通常的問題那麼棘手的話 是否預期未來英國的加息舉動 跟聯儲差不多 大家都要預算是大 我想現在是一環亦扣一環 例如包括之前被人衝擊的英國債市 暫時穩定下來 但英國銀行也有一個縮表傾向 縮表跟聯儲局一樣 其實某程度縮表是將市場的流動性抽走 其實緊縮的政策 其實是可以取代到部份加息的效果 所以市場上會有一點覺得 如果英國銀行真的展開縮表的話 對股市可能是不利 因為市場的資金少了 或者對資產仍然不利 但是是否需要再這麼激進去加息 其實就可以稍微舒緩一下 因為基本上是一個無限輪迴 例如剛才提到高通脹 理論上你應該要大手加息去壓通脹 但是大手加息又會觸發經濟 經濟會衰退、蕭條等等的情況 但如果你縮表的話 可能對資產價格 例如說對樓市 可能對股市 可能有一點點不利 但相對地原來你加息的幅度 可以沒有之前那麼激進的話 可能某程度上對打擊消費意欲 可能又會沒有那麼傷 所以其實是要拿一個平衡出來 但當然我想大家知道 你見聯儲局連續幾次的議息會 連續三至四次議息會 都準備去大手加息 但通脹暫時沒有什麼回落 即是我想回落的速度比較慢 而且亦都見到是傳導效應 去到其他板塊 即是之前可能是一些外圍的因素 例如油價 可能供應鏈斷裂的問題 造成了通脹 但你見現在油價下回來 通脹表面上都下落 但原來核心通脹 即是扣除能源 食品的價格之後 原來去到租金及人工上 都繼續上升 所以我想英國面對的問題 更加嚴峻 最主要是因為它加息的空間 可以承受的幅度 其實未必想像中那麼大 另一方面其實它也早加息 但很早就開始感受到經濟有困局 但另一個原因就是 英鎊的匯價 這也是另一個重點 因為美金我現在叫做一枝獨秀 他們用一個強美元的政策 希望去舒緩自己美國的入口通脹 但英國就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它給不到信心大家 英鎊的匯價繼續跌 反過來想就是你的貨幣貶值 只會進一步刺激入口通脹 所以為什麼英國的入口通脹 其實會有更加大的壓力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其中一步 如果真的可以穩定市場的信心 令到英鎊可以略為回升 可以略為穩定 其實對舒緩的入口通脹也有些幫助 不過暫時 我想市場上的信心 是要長時間才可以收復到 甚至有些輿論 開始擔心英國可能佈入 好像八、九十年代 當時九十年代初 日本經濟的惡性循環一樣 可能暫時沒有一個經濟的引擎 令大家看到儲光 我想英鎊的匯價其實比較難 重新展開一個一浪孤一浪 不過暫時來說 眼前的問題那麼多 先搞定政治亂局 慢慢在經濟上 唯有靠時間去顧本培員 又有新首相準備登場 究竟新人士有什麼新作風呢 已經變成了上一任 只有四十五天的任期 其實說真的 又很難在這麼短時間裏面 令到整個經濟情況 有個明顯的改善 大家仍要留意著 Aaron說 其實英鎊未必可以轉回強勢 上星期日圓又是繼續被躍 一五零都穿了 是不是做就到 Aaron所說的美元 到第四季最後這兩個月 仍可以一枝獨售 要留意下星期 美國方面看看有什麼重大消息公佈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 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